那么在牵挂的话 六腰飞植栗什么意思呢 这是很难得的一种情况 你看到这个是以三牵 地在上代表外表跟平地一样 非常的平坦 不给人任何压力 但里面是一座山 山本来是阻止别人前进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变成是山藏在底下 那代表非常谦虚 所以我们一般讲一个人谦虚的时候 一定是他具有某种特殊的才干 或是能力 他可以谦虚 那有些人说他很谦虚 我们就说你这是正常不叫谦虚 因为你没什么才干 所以要谦虚不容易 一定要先培养实力 那么我们就一起念他的挂词 谦虚 谦虚 君子有忠 请注意有忠这两个字 不是说君子有结束 那谁没有结束呢 忠这个字单讲一个字代表好的结果 君子有好的结果 就好像你单讲一个道这个字 代表是正当的道 正路 我们常说一个人有善忠 其实你不要讲善 一个人有一个最后的归宿或者结束 那就是好的意思 那么我们说一个人无忠 一个人没有结果 那当然是不好的意思了 所以这本讲君子有忠 就是在牵挂里面 君子行得通并有好的结果 我们看他的探传 探传非常特别 这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鬼神这两个字 鬼神这两个字自从在钱挂的文言传里面出现过 到现在还没出现过 那这地方又出来了 所以这边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古人对鬼神啊 他的观点呢 是一直强调害迎而扶迁 代表鬼神确实可以主宰一种善恶的报应 这是古人的观念 那其他的话也都配合起来 我们白话看一下 天的法则 我把道翻成法则 很清楚 要不然光讲天道地道 那个听起来很熟悉的词啊 意思不见得清楚 那就没有办法理解 天的法则是向下救助万物而大放光明 他这个讲向下救助万物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天代表天体嘛 觉得它可以有日月发出光明 救助万物是因为天可以代表事实 包括春夏秋冬啦 让万物可以这个继续生长发展 那地的法则是让万物处于低悲而向上发展 你说一棵树从矮的时候长到高的这个阶段 从低往上发展 所以天跟地啊 它互相配合 让万物可以在里面呢 这个生存 接着就说了 天的法则是减损满盈者 而争议谦卑者 这一方讲的很简单的 就是说世纪的变化 古人讲到天的时候 常接着说天时 像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这是孟子的话 所以天时就代表什么 像春夏秋冬 你热过头了就给你来秋天 这在最早的时候 人类的经验里面都可以观察到的 像在希腊哲学家里面 希腊哲学家我们讲的时候 就知道最早的第一位叫Tales Tales就说了一句话 千古名言 宇宙万物的起源是水 他的这说 有湿气啊 呼吸啊 才能够生存嘛 有水才能够活命啊 他第二句话叫做 一切都充满神明 离开到什么 他不是唯物的 当你说宇宙万物的起源 根源 来源 基础是水的时候呢 水当然是一个物质嘛 但是在希腊人 他们对物质的理解呢 是没有离开他的力量 有力量才叫做神明 因为他可以变化成为万物嘛 他讲水的时候 是因为水凝结成为固体 结冰了嘛 水蒸发变成气体 所以水这样的东西 液体固体器都通的 所以他说 宇宙万物的起源是水 有这样的理由嘛 那讲完毕之后 他的学生Alex Monder 特别提到正义的法则 他说宇宙里面有种正义 他就特别讲春夏秋冬 你热过头的就让你冷 冷过头的就让你热 就跟这边类似的情况 讲天道 对于天的法则怎么样呢 减损满盈者 而正义谦卑者 就要向你过头就是满嘛 接着地的法则是改变满盈者 而留住谦卑者 你看河流啊 往地地方流 这就是地的法则 鬼神的法则是 加害满盈者与服佑谦卑者 鬼神 所以满朝损千寿义啊 这是很明显的 那人的法则呢 我们人都一样 我们都厌恶满盈者 而喜爱谦卑者 我们的社会也是 大家喜欢谁呢 都喜欢比他谦虚的 对于太狂妄骄傲的人了 虽然有时候很无奈了 谁叫他那么当令呢 谁叫他有才华 当明星歌星呢 就是这个 有号召力呢 那没办法 那么 但是一般人内心里面 还是会有他的判断 最后他就说了 谦卑者处于尊贵位置 就展现光辉 你要看原文 我们平常念这种古代经典的习惯 要养成 要了解它 先看白话 你不要直接看原文 你直接看原文的话 很多字你要查字典 因为它的意思不见得 是你表面上看到的 比如说千尊而光四个字 谦卑者处于尊贵位置 就展现光辉 是这个意思 接着呢 贝而不可遇 他处于低下位置 则没有人可以超越他 就这样的人他很谦虚 他的位置很低下 社会的阶层很低 但没有人可以超越他 因为他有实力啊 他内在有他的 这个很高的修养 这就是君子的归宿啊 所以君子他要发展的目标 是有本事之后呢 他不要在外面表现 胜过别人 他反而要把这个 所谓修养并且服务大众 这是儒家的很好的观念 我们来看他的大象怎么说 像约 地中有山 君子以头多异寡 称呼平师 那么地里面有山 君子怎么办 要减损多的 争议少的 就你不要让贫富差距太大 接着 要衡量事物 而公平给予 这没有力 跟牵挂的精神啊 让大家都能够平均 一点是比较好的 这世界会比较和谐 我们看他的初六 初六 千千君子 用色大传 向云 千千君子 飞与之沐远 他为什么用两个字叫千千呢 因为第一个 他进入千卦了 第二个 他在千卦的最底下 所以叫做千千 所以每个字都有 他的这种考量的 那么用色大传 即 可以渡过大河 一般我们讲 绿色大传 是指一个卦如何 在窑里面 有时候某一个窑 他也有能力往上走 你看这个卦 他虽然是初六 但他本身在千卦里面 他是有这个能力 你要注意看 初六上面是护砍 六二九三六四 还是水 所以特别提大川 一般讲这个千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他是千 代表他有他的实力 所以用色大川说 如果他要走的话 他也可以通过 这个前面是水 挡不了他 那本身那在实力 是非常丰富的 这边讲吉祥 后面就说了 怎么样叫千千君子呢 叫做以谦卑的态度 管理自己 卑以字幕 说到这个卑这个字啊 我以前读过有人 研究《红楼梦》的一些 有一个人 他写一段写得很生动 他说 贾宝玉为什么得到 很多人的喜欢 对不对 因为贾宝玉很多条件 也没有说特别的亮眼 也还没有什么功名嘛 但很多人都喜欢他 就因为四个字 叫自事甚碑 他这个文章 就有很大的一个震撼 一般人都是自事甚高 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贾宝玉就是自事甚碑 那位男人好像是土做的 女人是水做的 女人看起来就清爽 男人看起来就觉得 好像比较浑浊 你看他自己是男生 他就把自己当作 我自事甚碑 再一来的话 别人都会喜欢他 所以当时那个词啊 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 自事甚碑这个词 以前只听到自事甚高 认为我们念书的人呢 志向要高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种自信 就看到自事甚碑 这也是一样 碑以字幕 用以谦卑的态度管理自己 字幕的幕啊 古时候的人当官 有时候像牧羊一样 在孟子里面就讲一个比喻 孟子看到一个齐国的官员啊 就跟他问了 他说你在这里 这里百姓好像治得不太好 因为百姓有摘荒的时候呢 你并没有开凉仓来救济 事实上你一个县长 你没有资格开凉仓啊 你开凉仓需要有国军的命令啊 你自己开的话将来是拿命来抵啊 他说这不能怪我 孟子怎么说 他说譬如有一个人替别人放牧牛羊 他就要负责替牛羊找到食物 找到好的牧场 他如果找不到 就要把牛羊还给主人 请他另请高明去牧羊 不能说我找不到啊 也不能怪我啊 牛羊死了不能怪我 不行 这个人叫孔巨星也姓孔 他说哎呀那我真是错了 孟子然后就告诉齐宣王说 我认识你的县长好几个 知道自己有罪的只有孔巨星 他就把故事说一遍 齐宣王其实还不错 为什么还不错呢 因为孟子到齐国的时候啊 齐宣王才刚刚登上位置 他爸爸是齐威王 孟子跟他爸爸见过面 齐威王 他后来去见齐宣王 齐宣王不是很老实吗 寡人有急寡人有急 我有病我有病就在齐宣王 因为他比他年轻 刚刚上位才一两年 还有心上进 看到孟子愿意听他说话 其实孟子把他教训的很惨啊 你注意看这个梁慧王边 表面上是梁慧王边 其实大部分都是孟子跟齐宣王对话 梁慧王只有前面出现三次 后面就跑到后面去 再偶尔出现一次了 都是齐宣王 所以在这个齐宣王 孟子跟他讲这段故事 齐宣王还不错 他说是寡人之罪 他说是我的罪 齐宣王有时候被他讲了 没办法之后怎么办呢 标准的回应就是 亡顾左右而言他 国君就看看左边 看看右边讲别的事去了 为什么 因为被你骂到我下不了台 所以你看 古今中外有几个做大臣的 可以像孟子一样 让国君感到羞愧 感到自己有病 感到这个是顾左右而言他 下了要命的 也只有孟子啊 这就是儒家的精神啊 对不对 你看后代这些念书人做官的 能把孟子精神表现吗 不可能吧 所以我们说中国历史 历史上几千 两千多年 就是四个字嘛 阳儒因法 表面儒家里面法家嘛 哪里有真正的儒家呢 这些儒家是孟子啊 你看他怎么表现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就可以 讲到这些相关的东西了 好我们看到六二 六二明天征集向约 明天征集忠心得也 明这个字啊 就是响应 六二为什么要明迁呢 因为他跟九三有关系 你注意看哦 在这个牵挂里面 出现两次明迁 一个是六二 一个是哪一个 你猜也猜到了 是哪一个 是上六 请问 跟九三有关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六二嘛 他上面直接奉承九三了 第二是上六啊 跟九三正应 所以六二跟上六呢 都直接说明迁 像这就是规则 不是不是很复杂 你现在就懂了 他为什么讲明迁 我要跟你呼应啊 因为你九三是主谣嘛 那既然是牵挂啊 你主谣代表整个牵挂 我跟你呼应叫做明迁 好 征集正顾吉祥 就是你只要安于正顾就吉祥 为什么特别提到正顾吉祥 因为底下是一个三 三代表停止 我六二在我正当的位置上 我能够守住这个 更挂叫做子 那就是吉祥 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九三这个主谣 怎么说 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即 向曰 劳谦君子万民福也 注意劳这个字 你虽然是羊谣 叫你一个羊谣 要撑起五个阴谣 也是很辛苦啊 等于是你要劳苦啊 这样才会有功劳 所以劳这个字呢 一方面代表功劳 一方面也代表劳苦 我们说有功劳而前辈的君子 有好结果 吉祥 有好结果 前面已经说过了 没有问题 所有百姓都顺服他 在这个卦里面 所有百姓 当然是顺服他嘛 因为他是九三 他是唯一的羊谣 那么在这里面的戏实上 也孔子说过一句话 劳而不发 有功而不得 后子自也 于 以其功 下人这也 劳苦有功而不知瓜 不自以为有德 真是宽厚之志 所说的就是 虽有功劳 却愿屈居下人 这叫做他的主谣是九三也是吉 在一经里面只有这个牵挂 在下挂三窑阶级 什么叫下挂呢 一个挂的形成 有下挂有上挂 下挂平常负责搭建一个舞台 因为下挂搭完毕之后 上面还有八个可能 对不对 我下挂成了之后上面有八个 因为上面还有八个挂可能出现 那么下挂的本身代表 产生这个挂效应的情况不多 往往这个挂到上挂的时候 才把这个挂的特性凸显出来 所以到现在我怎么可以发现 往往一个挂到上面比较精彩 就是到上面的时候 上面三个窑 就把这个挂特色表现得比较充分 那牵挂不一样 那么牵挂的话 底下三窑都急 只有这个 那我们先看看 那上面三窑都是有利 怎么说呢 我们看六四 六四无不利挥迁 下约 无不利挥迁不为择也 六四是没有任何不适宜的事 利出现了 这个利很好 是无不利也 没有任何不利 挥这个字就是发挥的挥 所以你六四在牵挂里面 可以发挥谦卑的精神 为什么 因为六四啊 阴遥在柔位嘛 他位置正当就好了 因为我在牵挂里面 我在这个柔的位置 我又是阴遥 我当然符合牵的要求嘛 不会违背 这也很简单 好 再看六五 六五不负以其林 利用轻发 无不利 下约 利用轻发 真不服也 六五为什么会忽然提到利用轻发好像要打仗呢 是因为在这个六五他毕竟是一个领导 叫做国军 你再怎么样谦虚呢 你还是要维持治安啦 维持国家的稳定啊 有人不服气 你还是要去讨伐 所以他这边说 不靠财富 就得到邻居的支持 就来了 邻居当然是六四跟上六嘛 因为我们是同样性质的 就叫做邻居 那么我们这边特别强调的只是说 你不能够说因为我这个是牵挂 我就不去管这些问题了 并且六五也有行动能力啊 你看他在什么 他在户阵里面 九三六四 六五叫护震 护震的话就代表有行动能力 所以他利用清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我们再接着看最后怎么结束 上六明迁利用行师争议国 向约明迁智慧得也 可用行师争议国也 首先明迁的明已经讲过了 他跟九三正因 利这边也是一个利哦 非吉则利的利这最后一个 也是一派遣军队 讨伐属役小国 一般讲上六的时候都是已经退休的了 但是有时候退休的一些老的诸侯啊 退休之后还是有自己的属地 他可以定期收取一些税收 让自己这个这个是过退休的日子 那么这边为什么响应谦卑是因为心意未能实现呢 在这边看一下 他说 智慧得在牵挂而位居最高并不符合心意 这个意思啊 这个意思又转了一层很有趣啊 还记得吗 在初六的时候叫牵牵 那你在上六的时候 说实在 在牵挂里面 我在最高的位置 这不是我的意思啊 牵挂应该谦虚嘛 我在最高的位置 这不是我的心意啊 因为我这个位置违反了这个牵挂的原则 这样一来就没有问题了 那你有这种理解的话呢 就是你就有行动能力 然后呢 也可以去争你的属于的小国 所以这个是牵挂 所以君子的谦虚呢 绝对不是好像是退让萎靡啊 或是姑息养奸啊 不是 君子的谦虚在必要的时候 关键的时刻 照样可以来平定他的 应该去平定的一些乱 这是六五跟上六的这个什么启发